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巧克力老師去煮飯了 所以輪到我,來幫大家講一個故事 他來了,他來了,是誰來了 神匪海立德來了 神匪海立德 神匪海立德像往常一樣走前往他那神奇的小潛艇 為什麼他叫神匪海立德呢? 因為,不管是腳臭的沙丁魚 還是腰痛的海豚,他都可以讓他們一一治好 神匪海立德像往常一樣,開始他神奇的小潛艇往海裡面出發 突然,有一道身影,往他的小潛艇衝了過來 小心啊,海馬小弟 神匪海立德答案 神匪海立德說,不好意思啊 我是全海裡面游的最快的魚 但是,唯一的缺點就是我的視力不太好 神匪海立德想說 嗯,讓我想想,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到你 痴痴,痴痴,噗噗 神匪海立德,按了按了阿娜,神奇的小潛艇 神匪海立德說,海馬小弟,我想你大概是近視了吧 讓我幫你量量視力,幫你佩服新的眼鏡吧 海馬小弟說,真的嗎?謝謝你,醫生 神匪海立德說,不客氣 神匪海立德吃完小海馬之後 距離看他的小潛艇,往圣海裡面走去 出來,啊~~ 有一隻大鯊魚,向神匪海立德衝了過來 神匪海立德說,啊~~不要吃我 大鯊魚說,不是阿,醫生 我牙齒好痛喔 神匪海立德說,嗯,讓我看看 你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幫到你 痴痴,滴滴滴,噗噗 神匪海立德按按他那神奇的小潛艇 神匪海立德說 大鯊魚,我看你應該是蛀牙了 讓我看看是哪一顆牙齒蛀掉了吧 神匪海立德,鯊魚說 噢,謝謝你,醫生 噢,我的牙齒不痛了 神匪海立德說,嗯,我找到了 神匪海立德說,謝謝你,醫生 我的牙齒沒有那麼痛了 神匪海立德說,不客氣 神匪海立德,吃完了大鯊魚 神匪海立德又繼續往盛海裡面走去 咦,這一回是誰呢 是大章魚 神匪海立德問大章魚說 大章魚,你怎麼了 章魚說,沒有啦 就是,昨天的時候 我和一群河豚玩了桌民場 喔,可是啊 今天我的腳,就好痛好痛喔 神匪海立德想了想說 看看我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得到你 咫咫,嘀嘀,噗噗 神匪海立德按了按他那神奇的小潛艇 跟章魚說道 章魚啊,河豚的刺是有毒的 記得啊,下次小心一點 不要再跟河豚玩桌民場了 章魚說 謝謝你,醫生 我的腳好像沒有那麼痛了 神匪海立德說,不客氣 神匪海立德看完章魚 就繼續往深海裡面前進 開著開著 突然 神匪海立德身邊 出現了一條 好大好大的鯨魚 神匪海立德看 神匪海立德跟他說道 大鯨魚啊 你看起來心情不太好 怎麼了 大鯨魚說 沒有了,醫生 不要狂我 神匪海立德說 那你不妨說出 你自己為什麼會整體心情不好呢 大鯨魚說 大鯨魚說道 沒有啦 你看 神匪海裡面那些大小魚 都這麼輕巧 這麼可愛 可是我 這麼大 肥肥胖胖胖的 就一隻 肥肥胖胖的太大隻了 神匪海立德說道 沒有啦 大鯨魚 你其實是說海裡面的魚 裡面最壯的喔 所以拿出信心來 大鯨魚收到 噢 謝謝你醫生 我好像有比較好一點了 治完鯨魚之後 神匪海立德 覺得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決定往海上開去 突然這時候 神匪海立德的小船艇 被海草纏住了 神匪海立德說 啊 完蛋了 我要怎麼辦 這時候咻的一聲 小海馬從遠處游了過來 說 醫生 不要動 我去找人來幫你 小海馬帶回了大鯨魚 大鯨魚 的一下子 馬上就把海草咬斷了 神匪海立德心想 我終於可以順利地往上游了 可是 這時候小海馬說 醫生 不要動 突然 突然 砰 的引擎著火了 神匪海立德 迅速地往海底 下沉 小海馬說 醫生 不要動 我去找人來幫你 小海馬回來了 他帶著誰回來了呢 是大鯨魚 大鯨魚說 醫生不要動 看我可不可以把你的潛艇修好 好 可是 這時候 神匪海立德說 喔 我的頭好暈喔 小海馬說 怎麼辦 他現在需要到 他需要 往海面上去 他需要氧氣 這時候 大鯨魚 游了過來 他輕輕地 把 神匪海立德的潛艇 抬到了海面上去 大鯨魚 大鯨魚 小海馬 跟 大章魚 都用鮮味眼神 看著 大鯨魚 大鯨魚心想 哼哼 我就是 厲害在這個地方啊 醫生說的沒有錯 到了海面上 神匪海立德 跟他們說 謝謝你們今天的幫助 他們回答說 不會 是因為有你的醫生 我們今天才能像這樣幫助你 故事講完啦 那 最近這幾天 我都有乖乖的待在家裡 聽巧克力老師的話 那 你們也要 乖乖聽媽媽的話喔